万圣节的故事 关于万圣节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一位叫杰克的爱尔兰人 他为人既吝啬又喜欢恶作剧 还经常喝得醉醺醺的 一天杰克喝醉了酒 碰见了一个恶魔 他把恶魔骗到了树上 随即在树桩上刻了个十字 让恶魔无法从树桩上下来 并恐吓恶魔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恶魔与杰克达成了协议 恶魔答应施法让杰克无论做什么 法律都无法制裁他 杰克死后 由于他是和恶魔做过交易的人 在人世时又品行不端 所以他的灵魂却既不能上天 又不能下地狱 只能靠一根小蜡烛罩着 在天地之间徜徉